咖啡要是一哥就是朋友大家好 我是名字小刘 小游还是小牛 我都被你们搞懵了 今天是一个咖啡器具的开箱 那三月底的时候 我在Hotelix酒店展 我遇到的这个 泰摩的123GO 弹幕留言里面想要了解 这个器具的观众 也真的是超出了我的想象 你不做这期节目 你对得起我们观众老爷吗 接下来我们开箱 打开拉链 这是一个小的黑色的盒子 OK 映入眼帘的就是 这是一个过滤器 然后这是一个下壶 以及一个滤网 这个是一个有点类似 尼绒材质的 其实跟法兰绒有点像的这种滤网 不过它是属于消耗品 用久了之后它是需要更换的 而且你看它这个地方是分开的 它是一个分离的设计的 这样的一个构造 这是下壶分享壶 然后这是上边的摩托机 摩托机上面是有一个密封盖 然后摩托机的下边 这是调节摩托机刻度的刻度板 然后上边网格子里边毛刷 还有一个硅胶套 这个是防烫的 可以套在下壶分享壶上面 可以防烫 然后数据线 这个是充电的 因为它这个摩托机是电动的摩托机 绿水的这个部件是1 摩托机这个部件是2 下边这个分享壶是3 所以说它叫123 go 这边这个过滤器的这个容量呢 这上面是有这个刻度的 到这个地方是100到这个是200 那满了之后呢 大概是在250毫升 做一人份15克的这个咖啡 其实是刚刚好的 另外啊就是这个过滤器的这个水啊 我算了一下 那滴完它的热水是2分钟左右 常温水是2分10秒 有没有人告诉我 为啥热水滴的快 冷水滴的慢 那过滤器啊 它有13个孔啊 它是这样均匀分布的 那水多的时候呢 它的压力大 流速会快一些 那到最后呢 它慢慢压力会变小 流速会变慢 所以说这个机具它做咖啡 它不需要手冲壶 你只需要一个热水壶 烧完热水之后 直接把这个过滤器水倒满就OK了 那大家一定会非常好奇 这个电动摩托机的部分 那我先公开一下这个摩托机 你们听一下 你们觉得这个声音大不大 听啊 然后这个下边呢 它是调节粗细的这样的一个刻度盘 这个我顺时针调到最紧了之后啊 然后我再往回回0到5格是espresso的去盐 不过我试了一下啊 这个还是达不到espresso的这个粗细度的 我用两个的这个粗细去测了一下 它流速还是偏快了一些 不过我用的是这个商用的咖啡机啊 所以说大家如果用家用的咖啡机萃取的话 流速可能会稍微好一些 这个研磨效果的话 我觉得比他们自家的这个 粒子锡啊 nano啊 还有slam呀 研磨的效果还要好一些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做手冲的时候呢 不能太细 太细的话这个过滤网 它的过滤速度就会比较慢 那萃取的时间就会太久 那容易萃取过度 萃取过度 胶位就出来了 那等下我们先研磨15克的咖啡豆 看它的研磨的效率怎么样 我先把磨豆机的粗细 调节成手冲的 大家可以听一下它的这个调节的这个刻度盘的声音 5 6 7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到这种卡顿的滴滴滴的声音 然后我现在用的7格 15克 计时开始 所以15克的咖啡豆研磨了28秒研磨完 从这个研磨的速度上来 你觉得这个电动的磨豆机快 还是你的手快 没有人能比我手快的 还有这个电动的这个磨豆机 太模告诉我说 充满一次电了之后呢 它能研磨30次 就是整个这个太模的这个123够 你如果还是做一杯咖啡的话 大概不算烧水的时间 需要三分钟左右 那接下来我们再实际操作一下 我们今天呢做一杯水洗的叶佳 然后呢再做一杯日晒的这个吸打磨 我们用水洗豆和日晒豆 来测试一下这个123够 它的出品的这样的一个味道怎么样 15克的咖啡 然后呢我用了250克 然后看一下整个制作过程 现在已经整个递完了 然后等一下的话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用同样的这个磨豆机磨豆子 然后呢用V60的滤杯 跟用这个自动的滴滴器冲泡出来的 它的味道有没有什么差异 现在用这个V60来做 它这个磨完了之后是自己停止的 然后磨完之后会有一些静电的这个音笔在 我们可以拍一拍就OK了 然后两段式啊 先闷蒸 好结束 然后这边是用这个123够做的 这个就是用传统这个V60做的 我们尝试一下这个味道 用123够的这个做出来的 它的层次感非常非常好 右边这个V60的话 因为它是用绿纸 感觉它是比较干净的 所以说用这两种方式 这个呢我感觉它做出来的 这个干净度非常非常高 然后这个呢 它做出来的这个层次感非常非常好 我再用一个日晒的豆子 我用一个吸打磨 然后这次我同时制作 就是说这边我来自动的来滴水 然后右边呢我来做手冲 日晒的吸打磨 像这个123够它做出来的这个 它还是就是跟水洗的 其实是那种感觉是差不多的 它的层次感会更好 酸质更明亮 然后整个它的风味会更加突出一些 手冲的这个V60 这个它做出来这种感觉 还是就是平衡感好一点 然后干净度也会更高 但整体的这种感觉 它差距不是特别特别大 没有说是那种有天差地别的那种差距 它是属于一个正常的 一个手冲咖啡的一个出品 它把平时我们制作这个手冲咖啡的 这样的一个步骤 以及制作咖啡时候的这个变量 它给缩小了 比如有人做手冲咖啡的时候 有人冲的快 有人冲的慢 这个它其实就是属于一个变量 但是这个滤杯它的速度是固定的 不过我发现了一个好玩的地方 就是这个滤杯 你在盖上这个盖子之后 它能实现一个闷蒸的效果 另外你还能按这个盖子 来加速这个水流 这是我的UI发现 Hello 这里是后期的小刘 刚听说泰摩的这个官方的定价是750块钱左右 你们觉得这个价格是真香还是真烫 我要继续干了啊 最后总结一下优缺点吧 优点就是两个字 方便 友好 这好像是四个字吧 那它把咖啡的制作的这个方法和步骤 就进行了一个很清晰的这样的一个整理规划 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自己想要动手制作咖啡的这样一个门槛 所以说它这个小的器具它容错率比较高 那对于咖啡的信任来说非常非常的友好 那体积也小 所以说它的使用场景在家庭 办公室 旅行 户外 那这些场景 那缺点就是它操作的时候有几个小小的点 就是这个摩托机在转的时候 就是这个电机的声音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大 另外就是它过滤孔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偶尔会有一些残余的水它滴不完 不知道以后官方会不会改进一下孔径的大小或者是分布之类的 还有它的下壶 是这个分享壶它是没有嘴的 偶尔在分享在倒的时候可能会滴答滴答几滴出来 不知道官方以后会不会加个嘴 我们是不是要求太多了 最后大家你们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你们是更愿意自己去做手冲咖啡 拿个手冲壶 自己来控制闷蒸 控制流速 时间 这些步骤还是更愿意用这种便捷型的咖啡器具 欢迎大家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咖啡比较这一个揪入魂 我们下期见 Cheers